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每日与主同行》 我们今天思想到十字架里面第四个人物 就是比拉多 很多时候我们信徒 当我们想着我们能够借着福音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会想我们又没有什么权势又没有什么权并 我们怎样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呢 比拉多就是当时在十字架下面最有权势的一个人物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冰丁用荆棘编造冠冕戴在他头上 吸他穿上纸袍 又挨紧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纸袍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哭着说 叮他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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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叮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比拉多听见这话 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比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 我有权兵释放你 也有权兵把你叮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刺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兵扮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要 从此 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哭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海撒的忠神 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海撒了 比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铺华石柱 希伯来华叫厄巴大 就在哪里座堂 哪日是预备如月节的日子 若有五正 比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啊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釘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海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 比拉多 将耶稣 交给他们 去钉十字架 约翰福音十九章 一至十六节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 一至十六节 我们就看到他的权势 他是罗马派住犹大地的巡护 是当时最高的统帅 他统治了传地 在巴勒斯坦传地的罗马军队 任何的死刑都要事先得到他的批准 他甚至可以参与指派谁做祭司 他甚至可以管理圣殿的钱财 大祭司穿的圣衣 只可以留在他那里一年一次 去问他拿出来 每到过节的时候 才问他拿出来去用 圣经同时告诉他 他可以随意叫人下手打耶稣 他可以带耶稣出去嘲弄 其实最主要他不是想嘲弄耶稣 他也想嘲弄犹太人 他将耶稣打扮成一个王 叫他头戴冠冕 但是他是惊激做的 叫他伸穿子袍 但是耶稣他是满身的伤痕 然后对犹太人说 你们要王 这个就是你们的王 犹太人果然被比拉多激怒了 然后高呼要钉死耶稣 我们从这一切的记载里面看得见 比拉多当日是在犹大地最有权势 最丰云的人物 但是同时经文告诉我们 这位最有权势 最丰云的人物 想做一件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不到 当时比拉多 其实圣经提了几次 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两次提到 他说我看不到这个人有什么罪 然后当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由圣经记载他心里是害怕 连犹太人都不害怕 但是比拉多他是害怕 而再加上另一个因素 就是他太太夜晚发梦 发梦见到有天使跟他说 不可以伤害这个人耶稣 这几件事加起来 在比拉多手上 他很想释放耶稣 最有权势的人 他想释放耶稣 其实应该做得到 但是当群众在下面高呼说 如果你释放耶稣 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 然后该杀就是罗马的皇帝 比拉多当时听见的时候 他不想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 所以他也决定把耶稣教出去 钉在十字架上面 最有权势的人 做不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思想比拉多令你想得起 所有地上的权势都是虚浮 主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时候 有直接指出你的权柄 不是从上而来 这个亦都给我们思想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真的在人面前 没有什么权 没有什么势 但是我们却有从上而来的权柄 当我们愿意将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宣扬开它的时候 我们不是仗着地上的权势 而是有从上而来的权柄 因为主耶稣亲口应许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的手上 只要我们去活出大使命 他就尝与我们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 我们出去传福音 我们出去报道灾陪的时候 有主耶稣和我们一起买一树 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软弱 我们要放下我们对自己那种的怀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